你会唱四单的主题曲吗 你可以唱个两句吗 当然不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面对小朋友的提问 回答得毫不迟疑 甚至还加码自爆 我跟你讲我练心如中学四个学习 那个有音乐课两个学习不及格 你期待我怎样 柯文哲当年这一唱可说是让各界都惊呆了 但办事大运可不能漏气 只是前市长郝龙斌编列了一百八十五亿盖的篮球场 网球中心以及选手村 似乎又是问题多多 柯文哲曾表示心里很圈圈叉叉 在既有的基础上办好世大运 柯文哲这席话似乎也同样是用两岸互动 因为中国队总算在报名截止之前 报名参加个人赛 就被解读是陆方在给柯文哲面子 更被绿营狂酸根本是统战成功 他们的选手都以全国运动会为主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 最好的选手都去全国运动会 对台工作的一大成功你怎么看 哪有那么白痴 做不好大家说做得很好 这是官场基本的common sense 政治问题四两拨千斤 世大运开幕在即 所有软硬体设备都在紧锣密鼓加强赶工 倒数最后一个月全力冲刺 记者黄一群 廖世祥 SNG小组台北报道